《北陀佛》 用一个词语来描述的话 我是一个跌跌撞撞的人 我的这种行走 或者是做研究 或者是观察 然后这种行动 跌跌撞撞还有一个就是撞 而是你跟周围的状况 风景和人物之间的这种对撞 我把我的影像称为直击影像 就是直接击打的这个意思 感觉上感知上直击 直接产生的这种 我是一个感觉的收集者 我叫周涛 出生在湖南 2000年从广州美术学院毕业 然后一直留在广州 就是从这种高速上开车的时候 就是可以看到这一块 我估计它应该是十几年到二十年的停顿吧 但是它可能近段 好像是有些人开始在这工作了 从这个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晚上 就是说这个里边它会有一些 从城市里来的动物啊 狗啊 猫啊的聚集 然后这种风景 像一种半生态的感觉吧 但是它也隔断跟旁边城市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是 对我来讲 我觉得它其实是挺政治的 我的这种影像中的这种实践 遵循的不是说 你去还原一个客观事实 没有一个严格的一个关于人物 或者是故事的一个线索 影像和现实是共同来塑造的一个这样的状况 深圳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重大的事故 就是深圳滑坡事件 靠近它周围的区域里面建房子基建 还有这种城市工程 还有这种地铁修建里面的所有这种渣土啊泥土 就会堆到这个里来 滑坡的时候就等于这个部分本来都是一座山 然后就是一个人中的一个 一个那样的土坡 对 土山 有一天下午就滑下来了 可能顷客之间全被涂烟了 我突然就是被猛击了一下吧 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第二天吧 你去深圳我们就看到那个情况 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就是咽喉之地方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是 对我来讲 首先是一种有一种身体的感知的 因为喉咙嘛 是一种要害部位 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土地地面 经常是被人所用来作为一种战略的布置的 不管是建城市还是建什么东西 你也在上面实施一个战略蓝图 所以我觉得咽喉之地 它是有一种身体 和战略 这样的一种意味的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种咽喉之地 对 咽喉之地里面其实我觉得涉及到 我一直很关心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科幻 第二个就是山水 我觉得科幻在今天 可能对我来讲是变成了一个事实吧 为什么在片子中间出现山水 这个意象 隐藏一种一种试点转移的一个事实 汉人文化 元旦那个时候是一种被元人入侵或者是被统治了以后 是低等的嘛 山水画其实他们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种家国概念的 有一种关心的就是对自己的环境 自己身处的这个居住或者是这种 社会环境吧 还有对自己的文化的命运 他们其实不是写实的 是写自己的心写自己的意 隐藏很多的东西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 我突然在这个镜头里面发现这种非常深远的 我什么都是拍摄到一些地表上 或者地面上发生的很多细微的变化 人物 动物 植物 其实它跟这个试点转移是有一种关系的 你去观察人物的一些动作和语言 动物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种优雅的 非常实在的那么一刻 而不是在传递出一种痛苦 如果说这个片子能够引起你末日的一种感觉 那可能是你心中的末日真的很厉害 如果说你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温暖 那可能你会觉得就是 你也会去关心这种小花小草 你看它生了一个猫妈嘛 人的生活就是在这种 透过来可以看出来 不断断它就出现了 优优独播剧场——混 glaub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